短到130亿 不这么的多 真的是很爽的 这嘴嘴就是虚妮妈的白鸡 哈喽大家好 我是Joshua 既然今天这个影片呢 有一样多钱不一样 就是我的帽子 今天我戴的是一个紫色的帽 因为我们今天的精准办法是 BANK YOU 没有啦 因为呢 我的帽子 全部放在车里面 烧群出门了 所以我就找到这顶帽而已 既然今天这个影片呢 你可以看到我后面这边啦 目前呢 是非常非常的乱的啦 因为呢 那你都知道我现在在搞着 这个SIM raising的东西嘛 所以呢 我就把我的电视啊 那些搬下来 导致呢 现在我没有电视看了 这样子呢 刚好我的朋友是在BANK YOU工作的 所以呢 他就问我 有没有兴趣试下他们的投影机 于是呢 我就讲YES 所以现在我们今天 就来试一试这些投影机 到底有什么好料 这样子呢 这一个就是我目前的客厅啦 首先呢 你先来看看左边 再看看右边 是不是没有看到东西 就讲咯 所以这就是 BANK YOU投影机出现的时候 首先呢 这里有一个大哥哥 大哥哥的名字呢 是叫做GV30 小弟弟是叫做GV11 这样子他们有什么差别呢 大的这一台呢 可以投出720p 小的这一台呢 可以投出480p 但是两个的设计理念呢 都可以讲是一样的 只是一个大一个小这样 这样子主要的呢 其实就是在他这个底盘的设计 这个底盘呢 这样子放下去 你就可以这样子 也因为这个底盘的设计 我们就可以把投影机这样子转 转到135度这么的多 而且同时呢 还保持着一个很硬的设计 这只在两台呢 我就打开了 上面的呢 就是大台的 下面的呢 就是小台的啦 你可以看到那个画质呢 可以讲是都很sharp 我这个大的呢 假如你调它的角度的话呢 它就会Auto Keystone 也就是讲呢 自动呢 去配合你墙壁的鞋度 来去调整 看到吗 看到吗 可是大台的呢 就有Auto Focus的功能 而小台的就需要自动手动 在旁边这边 慢慢找那个Focus Point 也就是旁边这个 更特别的一点呢 就是这两台投影机呢 它们都可以组装 这个Android Stick 也就是你们在看着的 这个画面啦 就代表你用一个Control呢 你就可以直接去到YouTube啊 Google Play下载东西啊 或者去Spotify听歌 还有爱奇艺等等等等 开我的YouTube来看先 哇 你看 多么的帅 看到个帅哥在墙壁上 无法做这种事情 哇 哇 很爽耶 而且老实讲 它的Speaker真的挺好料的 咱们本身使用的呢 是Trivolor的Speaker 这样子它声音的质感呢 听上去就很像那种 普通的Speaker这样 我本身是蛮impressed的啦 它也可以作为一个Button Box 这样子 可能我玩那种什么欧卡 就是Eurotruck simulator 那种加罗里的话 可以直接在这边暗的心 等下是大多数的时候 我们来看个乌龟翅东西啊 哇 很脆耶 而且呢你还可以直接 关注你的手机的那边滑投影啦 这样子晚上睡不着怎么办 喜欢滑手机是吗 教你一招非常的方便 你可以把你的这个投影机呢 朝向天空 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躺着 然后直接对着天花板 然后你的手就在那边这样子滑 然后那边滑 那边看 真的是很爽哦 你可以直接躺着然后望着天花板 你根本不需要这样子 凹你的头啊 或者是拿着那个电话 这样放在脸那边 这样子你们看到这个是什么吗 这个是一个蓝牙的logo 也代表说呢 就算你不想要用它来看戏啊 你纯粹想要想用它的这个 这样好的speaker啦 你都可以直接当它是蓝牙耳机 这样子来连接 最后就来到我们最壮观的一刻啦 你可以看到这一个 除了它的那个底盘哦 下面其实也有一个tri-pod mount的 我就用这个tri-pod mount的 直接 mount到一个tri-pod这一边 然后等下我一关灯 你们就看到终点了 你看啊 现在我是曝光它 一二三 哇 超级超级的大个咧 呼呼 你要懂这个吉他哦 你看我的人就这么小而已 这根本就是Cinema的赛小 会不会很安呢 要不要拍回灯 是还好啦 因为那个光发的呢 这样子讲真 这个投影机呢 哈哈哈 走啊 按掉的 所以讲真 这台BenQ GV30 还有GV30的投影机呢 完全让我对投影机呢 有很大的改变 以前我一直觉得呢 很麻烦啦 这些那些 可是没有想到 现在他们可以出到 这么的advanced 小小个呢 就可以投出这么大的画面 不管去到哪一个角落呢 你有一个墙壁呢 你就可以enjoy你的东西了 所以假如你没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点底部的链接 去了解更多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哦 By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